喜到公子演播 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的 搞笑修真有声剧 朱天际 作者 庄碧凡 第四百八十四集 林飞与清灵也都看向了刘通 刘通眉头微皱 他指尖飞快地点了点虚空 才摇头道 那儿必是青龙王的脉骨之地无疑啊 至于为什么凶器缭绕 这得等我们进去看了才知道 这毕竟是搅得整个龙骨界都不得安宁的 青龙王的墓穴 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被破解了吗 说完这话 刘通心中一凉 连忙偷偷瞥了眼清灵 见他面色没变 依旧冷漠 没有要杀掉自己的样子 这才悄悄输了一口气 暗骂自己嘴太快了 林飞笑了笑 他们都已经来到了这里 断无畏缩不前的道理 那片峡谷 即便是一片修罗地狱 今次也必须要去闯一闯了 剑腰与清雷云的速度极快 没过多久便略过一半的距离 离得近了 越发能够感受到 峡谷内那片森寒的凶煞之意 而且 峡谷与黑龙王大战之处 相隔不过几十里 跌宕的战力威压 时时袭来 他们只得更加小心 为了不被黑龙王发现 招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便降低了自己飞行的高度 藏匿于群山之中行进 不过 四下狂风烈烈 卷栋沙石 走得着实有些憋屈 清雷心中不满 几乎要达到顶峰 他本就看黑龙王不顺眼 现在竟然还要躲着他走 简直岂有此理 不过 清雷看了眼 跟在自己身边的林飞等人 在心中轻叹一声 只得暗暗咬牙 一再地提醒自己 要忍 流通侧出的那片峡谷之地 位于这片群山的中央之处 更是整片青龙王墓穴 禁地的中央 越是靠近它 危险 越是层出不穷 眼看着山脉逐渐变得有黑枯黄 灵气被阴气代替 无数的痴魅王俩 隐藏在山石之中 密密麻麻数不胜数 等林飞四人一脚踏入了其中 顿时 猙獰的妖鬼 便争先恐后地 从四面八方跳了出来 以一种不怕死的精神 拦在了四人面前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个时候谁敢拦路 全都杀了就好了 清灵实力尽数恢复 经过一段时间被黑水的折磨 现在他的修为以及战力 甚至比受伤之前更加精进 他来到林飞等人身前 目光冰冷 杀意惊人 原本就攒了一肚子的怒气 终于有了一个发泄的途径 清雷云扑身出去 如云似雾 延伸出百丈 青色的雾气中 电光如龙蛇游走 火花似箭 不过转瞬之间 被卷入其中的妖鬼们 尽数化作了飞灰 算起来 足有上百只 而流通 则不断以手中摸金策进行演化 从这片奇绝的诡异地脉中 寻找麻烦最少的路子 林飞周身 剑意如潮 太乙剑气化作金色长龙 盘旋在四人身边 阻绝一切阴气鬼物的侵扰 赤白金青刺到红光 迅疾势猛 灵力飞长 胸剑骄纵而出 颜色绚丽 杀气腾腾 风坠的华光 略向四方 顿时将身边的鬼物 碾成积粉 可尽管他们四人的攻击 视为力猛 短暂的时间内 便斩灭千百鬼物 但前进的依旧艰难无比 那一群鬼物 癫狂了一般 蜂拥而来 越来越多 不要命地挡在 林飞等人面前 死都要拦一下 这就有点让人头疼了 虽说这群妖兽鬼物们 他们的实力 最高不过出入鬼王 妖王之列 但却架不住 他们数量多 势头足 这蚂蚁多了 还能咬死人呢 更何况 这些疯了的鬼物们 林飞身上一片 灰污的血迹 防守严密如他 也都挂了彩 他额头泛着细密的汗珠 耳边眼前四面八方 全都是凄厉的鬼嚎 与缥缈的鬼影 相比较而言 清灵算是他们四人中 最干净的了 除了发丝有些凌乱 其他全然不变 只是脸上的不耐烦 越来越重 这得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刘通操纵着摸金侧 一脸苦涩 这条路已经是最安全的了 起码没有打药啊 没有打药 可小鬼难缠呢 林飞抬眸看向远处 此刻 他们距离峡谷 不过万丈之远 若是飞过去 也就是眨眼间的事情 但是现在 连飞也飞不过去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笼罩在他们所在的 这片地域的阴气 越来越浓 几乎要凝成水 而天上是成群结队 数以万计的血吃鸟 它们个头不过五张大小 通体艳红 似血在流动 阵翅一动 可以看到它们赤尖 与鸟掌上 惊人的寒光 鸟会尖尖 张口一吐 便是倒倒血溅 内孕剧毒 血吃鸟铺天盖地 宛如血河在空中流动 无比害人 一旦它们齐齐发动攻击 漫天血红渐雨 急昼如利刃 还带着痴痴毒气 防不胜防 地面之上 翻滚的阴气内 无数诡异飘忽的鬼物们 争獰着面孔飞扑而来 山栏峭壁不断有凸起闪现 然后 下一瞬间 累累白骨从中爬了出来 随意地组合成 稀奇古怪的模样 死妖非妖 四人非人 只是骨刺风锐 速快如电 急急地朝四人杀来 从远处看 林飞等人已经被万千妖鬼包裹 天上地下 尽是吼声吏吏的鬼物 别说前进 连退路都没有了 林飞与这些鬼物纠缠许久 风锐的剑气 碾碎一切 可斩杀的速度 根本比不上这些妖鬼冲上来的速度 猝不及防之下 身上再次被划出两个血口 这么想死啊 林飞看了眼身上的血迹 向来淡定的眸子中 也带了几分怒气 毕竟 这衣服还是抽空新换的 才不到一个时辰 眼看又要报废了 实在是忍无可忍啊 昔日 剑气骤然出现 一片琢磨的烈焰 随之扑升开来 万丈火光 如腾空的巨浪般 兜头落下 瞬间将身前百丈鬼物 完全吞噬 而后 三族金屋振翅而出 身长百丈 笑声直冲天际 双翅震动 火焰席卷长空 血迹鸟顿时成为一片灰烬 一条大路 从漫天遍地的鬼屋中 开辟出来 走 清灵率先急飞出去 青色云雾仿佛拥有实质一般 卷着流通与陈瑞二人 往前奔去 林飞一边操纵昔日剑气 于四人身前开路 一边指挥争獰剑侠 与凶星刺剑 环绕他们的两侧与身后 以防鬼物靠近 他体内真元 已经运转到了极致 诸天万剑绝 翁名不已 转瞬之间 千百道剑法 已然击出 清灵梅雨间的怒气 越积越多 他冷然望向前方 变身杀意如海 攻势大开大河 恍如龙啸九天 一拳击出 山越塌陷 河海崩裂 周身鬼物尖叫着 碎裂成无穷碎片 有了林飞与清灵二人的 全力攻击 他们一行人前进的速度越快 以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的气势 直冲入那片峡谷的百丈之内 四周的妖兽鬼物明显焦躁了起来 修为等级也比外围更强 鬼王妖王遍地 虽非巅峰 可也给几人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死 清灵力声长鹤 他身前突然出现一柄 六尺长短的翠绿色竹棒 那翠绿色的竹竿 流光溢彩 上面刻着一条 精细巧妙的青色游龙 四周白云如海 灵动飞长 随着清灵一声清贺 煞石分裂成九段竹片 迎风长大 化作百丈长 竹片周身锋利惊人 比之灵飞剑气都要灵力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请关注喜道公词 订阅朱天记 喜马拉雅铁三角 用声音让生活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